民间流行在丽丘这天以玄称称人,将体重与丽下时对比。 经过炎热的夏季,人们的体重大多要减少一点,进入丽丘,胃口正好。 补偿夏季损失的办法,就是吃些美食佳肴,饮肉贴标,增强体质,为冬季郁寒做好准备。 换季之时,人们容易修造,此时正是乱造生间的最佳时期。 柠檬有着柠檬酸仓库的美誉,除了含有大量的柠檬酸外,还有烟酸和有机酸,有很好的杀菌作用。 此外,就是它卓越的美副功效。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美白肌肤,猕猴桃还有血清促进素,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,占进心情。 其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心脏健康,帮助消化。 蜜猴桃的成熟需要几天时间,可将蜜猴桃与香蕉、苹果放在一起,然后将食物带蜜蜂、绑紧。 这样,苹果、香蕉冬水果、散发出的天然碎熟气体里息,就会促进它变软变甜。 立秋后狮子上市,多吃狮子可以缓解秋葬,狮子甜逸可口,营养丰富。 所含维生素与糖分比一般水果高一,两杯左右。 而且中医认为,狮子具有润肺化痰、清热身筋、色肠脂力、减皮异味等多种功效。 适当食用对人体健康是很有益的。 秋泥仙嫩多值,具有清热解毒、生筋润脏、清新降火的作用。 对肺、支气管机上呼吸道有相当好的滋热功效,还可以帮助消化、促进食欲,并且有良好的解热力量作用。 立刻生食、罩汁、顿住或熬膏。 葡萄全身都是宝,尤其是葡萄子中富含的花青素,其抗氧化的功效比维生素C高出18倍之多。 葡萄还富含矿物质和类黄酮,可清除体内自由基,一天三个早,人就不会老。 大早中富含大量的维生素C,气味甘性温,是补中乙气,养血安身的好水果。 以这产品由混龙王混龙优血产地品控住,你喜欢这些水果,知道哪个产是最好吗?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